综合格斗最恐怖的男人 他是这个行业的扛把子 也代表这项运动的最强实力 几乎大多的比赛都会带守规和解决对手 他有着联盟最具毁灭力的拳头 剃刀布莱茨院长凯恩 小菊桑托斯 还有锤子欧沃瑞姆 几乎都是他一拳终结的目标 但是中国有句老话 叫做隔行如隔山 无论是综合格斗 拳击 控制道 还是泰拳 虽然都可以被统称为格斗 但是这其中却有着天与地的差距 尤其是各领域的顶尖高手 双方之间的差距就会越发的明显 比如泰拳王罗唐 即便在泰拳领域已经封神 还有着铁头娃和钢铁侠的绰号 但是在遇到大力鼠的时候 大力鼠能撑过他的统治时间 但罗唐却无法撑过地面的降服 再比如嘴炮康娜 在生涯的最巅峰时期 夸街挑战不败拳王梅威瑟 就算在赛前信心满满 但是在拳击那片战场上 依旧被梅威瑟轻松拿捏 铁血战士纳干诺 在UFC打出了六场连胜 并且成为了重量级的冠军之后 就开始因为工资 而有了跳槽的想法 但是UFC这场赛事 无论是曝光度还是薪资的待遇 都已经是行业的龙头老大 所以老铁想要干票大的 就只能彻底的退出这个领域 老铁对战盖恩 是他在UFC的最后一战 这场比赛中老铁 也拿到了当晚的最高薪资 60万美元的出场费 和42000美元的奖金 所以老铁到手46.2万美元 这已经是UFC在世 能够给老铁的最高薪酬 但隔壁棚的拳击了一台 同样是重量级冠军复礼 一年只需要打一场比赛 就可以赚到上千万的出场费 所以铁血纳干诺做出决定 要在当打之年干票大的 于是辞职UFC 考取了职业拳击执照 并且约战了重量级冠军复礼 想要上演一场冠军对冠军的戏码 这一战双方开出了天价 纳干诺获得1000万的出场费 而对手复礼 获得了5000万美元的出场费 虽然只有对手的五分之一 但这个数字已经超过了老铁 在UFC这些年的收入总和 好了话不多说 让我们跟着拳王泰森 快速进入这场 综合格斗和拳击的巅峰对决 纳干诺的毁灭重拳 又能否在拳击力台上创造奇迹 众所周知 老铁在UFC时期 就得到了拳王泰森的指点 从此拳法技术突飞猛进 在准备这场比赛之前 正式败失了拳王泰森 并且整个备战过程 也是由泰森亲自操刀 这场比赛在沙特举办 所以你会发现当晚的观众 都是头顶一块布 全球我最富 并且在人群当中 还有一个酷死希特勒的男人 他就是目前重要级之王 绰号拳坛希特勒的乌希克 几乎全球的所有大佬 都在观看这场跨界比赛 我认为他可能会被捞到 但是他很重要 一些不敛的 很固定的 很快的 在盖上 很快的 平均 Garno在那里 他离开 在哪里的另一方 是 当比赛打了第三回合 让全场观众震惊的一幕出现了 铁血带扛住负里的进攻之后 一记轻描淡写的前收摆拳 是直接轰倒了不可一世的负里 由于比赛前的赔利玄书 也让台下的土豪是捏了一把汗 这才打了第三回合 就出现了这样的局面 也让台下有了石油大亨 是涛出的手机开着梭哈 是涛出的手机开着梭哈 要看见对手erman 看着对手 直aff 轻重 手持有坏忍级 远向 율尽有只增历 尽量 向上 尽量 多不同的利不 � humor 还有 ая寧 尽量 来 这 wyn 这个 就是 You see Nganu is switching to the south And he's using the fundamentals very well Nice left hand though It needs to build from something from Nganu He's better off fighting out the ultra-dog stance Nganu because he will I get the pace of this contest really Will he go through the gear? Oh good left hook though from Nganu And just when he looked as though Nganu was tiring So he lands Nganu has a lovely left hook All the better work And the instructions from the corner The jab downstairs The right hand up You can make this fight as difficult as you want But again, just chance for Nganu He has shown an unbelievable team Not only takes it But round number 8 Still plenty of fight in a man Believable scene Nganu For a guy transitioning from MMA To fight the best heavyweight on the planet Off of this fight Look at the music fight To be able to transfer some skills He's been very very good He's just kind of We've been out along Out of the ring that far Really struggled to fight Which is the longest that Nganu has been 5NA generally But up to this distance Four out And his engine still looks relatively Look at any foot in a combat space It's been clear to see Roll and Nganu 1.40 with Tyson Fury Unknown quantity And Tyson Fury onto the shots Four usually gets into a rhythm so quickly Still Is he looking for that big looping overhand left As he takes a jab from Fury And then switches And then Go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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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e Her The ות 已经向全球的观众证明 自己是有实力 和那些拳团大佬搬搬手腕 短短半年之后 风头正胜铁血战士 和约书亚的比赛促成 由于上一场的经验表现 老铁的出场费是直接翻倍 从当初1000万美元 直接变成了2000万美元 而对手约书亚的收入 也再次刷新了生涯的记录 直接飙升到4000万英镑 但这一战老铁的表现 却让现场的观众大跌眼镜 一开局的老铁是一顿操作猛如虎 但简单的试探过后 约书亚就抓到了破绽 在首回合的比赛中 只用维基后手直拳 就直接打跪了铁血战士 仅仅两个回合 约书亚的三次击倒 最后一次后手重拳 更是直接让铁血当场挺尸 没有任何余地 也没有任何的悬念 约书亚简单粗暴的拳法 就让纳干诺是吸上了氧气 但是个人认为 纳干诺即便被当场KO 但也是含泪血赚了一波 半年时间 两场比赛3000万美元进账 如果是在综合格斗 他必须在保持冠军的条件下 不间断地打满50场比赛 才能赚到3000万美元的收入 按照一年两场的进入 如今37岁的铁血战士 需要一直打到62岁 所以这两场比赛 对于老铁是稳赚不赔 你觉得呢